据《环球时报》5月5日报道 印度通信部发布公告将允许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参与印度的5G实验 但这份名单中却未将中国企业列入其中 彭博社称 印度电信运营商避开中国华为和中兴的决定 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此方面的行动要相互应 对于印度通信部5月4日的公告 华为拒绝制品 而中兴通讯和印度通信部则没有立即回应有关参与试验公司名单的置评请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表示 华为长期在印度开展业务 为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中国企业参与印度5G建设问题上 希望印方做出独立客观判断 为中国企业投资经营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自4月以来已向印度提供了超过5000台呼吸机 21569台致氧机 超过2148万个口罩及大约3800吨药品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表示 在印度这一轮疫情爆发后 中国是最早向印度提出支持和帮助的国家之一 也是最早付出实际行动的国家之一 中国有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传统 向来愿意伸出援手 中国的行动要胜于空谈